我們講完香港 講一下澳門 澳門的娛樂大亨 省美華就牽涉到在中國開賭場 似乎被帶著一個黑頭套 帶著手銬被澳門的警方帶走 現在還混了他 這件事原本是溫災了市的公安局 批准說逮捕他 澳門的警方就幫中共的公安局去做事 這件事你怎樣看 三木先生? 是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這一位周卓華先生 省美華 我想香港人很清楚了 省美有兩個意思 因為原先1986年TVB有個戲劇叫《城市故事》 當時梁師傅做閃米華 叫省美華 這個花名就貼在周卓華身上了 另外省美有什麼意思呢? 米在廣東話的意思是淺的意思 就是洗淺華 所以這個地方是很清楚的 花名是沒有改錯的 仍然都是他本身的特徵的 那麼洗淺華有幾個花號 花名的 賭廳之王 亞洲新賭王 澳門小賭王 或者叫做澳門古天樂都有這麼說的 所以這個為什麼古天樂? 因為古天樂是奇亞的藝人之一 拍過十一套戲 起碼了 那看得到這件事很重要 而且這個身家 相傳是超過四百億的澳門外 就是港元的這個周卓華 就是這個洗淺華 他的被捕呢 可以說是相當震撼 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我可以說得比較詳細一些 那麼你看得到 洗淺華他是什麼學方神聖? 第一件事就是說呢 他是一個很有錢的人 他原先是一個窮人家出身 之後呢 通過他的很多的方式 能夠慢慢喘起 當時呢 你知道大衣洞 即所謂高利貸放貸 給賭客呢 通常是九出十三歸 什麼九出十三歸呢? 譬如我借一百萬給你 我就給九萬給你 之後最後十三萬我要還給我 就賺了40%的錢 那麼通常你拿到的錢 只有九萬 你就覺得虧了一張 但是洗淺華就發現另一個方法就是 不需要九出十三歸 十三歸是要的 但是呢 給中國百萬給你 不需要九出 即不需要給九成給你 只是給全部的給你 跟著你去賭場 幫著你去賭場 你賭贏的也都抽一成 輸的也都是藏白地拿一成 這個就是洗淺華的方式 也就是說實際上都是九出十三歸 但是洗淺華的方式更加厲害 就是能夠呢 就是說洗到更多的 就是做扒仔的時候 就可以洗到更多的錢可以賺到 那麼它就是貴賓廳之王 什麼貴賓廳呢? 你有沒有一個賭場? 有些VIP rooms的 那麼這些地方全部呢 是有些人是中介的一些人 是過來這個地方來賭的 那麼尤其是中國的人 溫州來的有很多 不知道是溫州來的 全中國有多少人在做這件事 洗淺華就是這個周卓華呢 尤其是做到這一點 我們廣東話就是搭馬仔 換言之就是說 把那些馬仔搭過來就開始把那些人放在那裡 好了 那你就是說把那些中國的什麼人 怕不是那些窮到窮的那些人 不是那些村父啊 村夫 是什麼呢? 有錢的黨國權貴 黨國權貴降臨這個地方 就是通過周卓華 洗米華去做的 最傳聖時期呢 我想它就在九九年一開始 一路去到千禧年代 零七年左右 開了這個太陽城的集團 太陽城集團呢 最傳聖的時期呢 可以有成三十個賭廳 四百五十張賭桌 是洪霸整個澳門的 四十五%的貴賓廳的業務 如果說全個澳門賭博的營收來講呢 是帶來十五%的營收的 換言之 只是這個太陽城的集團 只是周卓華都拿到盆墓撥滿 怪不得知呢 他有鄉居美人了 鄉居不說了 美人就有一大堆了 就是由以前原配陳惠寧 一路去到這個Mandy Liu Mandy Liu就是一個名務 這個名務特兒呢 跟他很好分手的時候 三億分手費給他 就是這個人相當 就是叫做有錢有女人 什麼都有了 那當然呢 他靠的勢力不只是白道 還有黑道的勢力 你要知道他很早期的時候 尤其在九九年 澳門主權移交之前呢 有所謂的崩牙區 大罵這個澳浦政府的事件 那當時搞到差不多澳門整個反轉 後來呢 後來呢就在澳浦的時期 臨尾換期之前呢 就將這個崩牙區 逮捕 之後混了原先半十五年 後來坐了十三年十個月 那在十年之內呢 就是我想是2012年左右 釋放了崩牙區 那叫做尹國區 尹國區是澳門十四基的重要人物 而尹國區也都跟這個 寫米華呢過重甚密的 另一方面呢 有水防賴、賴東森 賴東森和這個尹國區 就是崩牙區是不對的 那是水防 是另一個幫派 兩個幫派基本上呢 是對這個澳門的賭博業呢 是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而沙米華也通過他們的幫助 能夠使得他電起身 成為了亞洲新賭王 那當然啦 沙米華第一個教訓是什麼呢 就是半黨如半虎 今天就是看到 共產黨翻念如翻書 當沙米華一火紅心向太陽的時候 送上財、送上權、送上勢的時候 共產黨不要你 立刻不要你 為什麼這樣說 喂 沙米華是一個什麼人 廣東省政協委員 沙米華是什麼人 他在2019年就 倡議共進灣區共創未來 在同時追夢人的活動裡面 大放其辭 甚至說要融入大局 共謀發展 澳門地區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名譽顧問 搞了這個對於台灣的統一問題 還有澳門的敏台總商會的常務會會長 都是他的擔任 所以他說相當顯赫的一些職位 統戰也都靠他 錢出了 2013年當時周卓華的老家鄉就是邵慶 捐給邵慶的醫院 建醫院、建體育館捐很多錢 2016年胡潤百負十八周年的慶典活動 還和阿里巴巴的馬雲、騰訊馬化騰等人 一起出席 盛況入入 2018年更是獲得中國夢的結出人士獎項 去到今年河南有水災了 他就要捐錢 你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把口接受統戰 說要統一 不只是反台獨 還要速統一 我問你 這些統戰組織 去到要釘你的時候 就釘你 不要以為在台灣做統促黨 在香港做民間團 在香港做一些白手套 以為相干無事 依附著黨就OK了 各位 黨不要你的時候就不要你了 你看一看 曾慶懷系統的 有多少的明星在下面 有趙薇的 一路去到你吳亦凡的 鄭爽的 最後你看到 就算不是曾慶懷系統 李雲迪都拿出來去鬥 最近一宗香港是什麼呢 譚詠麟 不要以為他單純是一宗 就是說 一個老人家 分愛情 是和一個女孩子 雙宿雙妻的故事 他搞這些事情 而不禁止你 擺明是有目的的 台灣有徐玉東 這個遠東集團的重要的人物 說得就可以 所以近這個星期 台灣有徐玉東 香港有譚詠麟 澳門就有周卓華 你看到這些人 他有什麼不忠誠 絕對可以說 大家知道他們不會支持台獨 不會支持港獨 不會支持澳獨 更加不會分裂國家 而且他們火火紅心向太陽 想拿錢賺錢 能夠為貼念 向著共產黨的 共產黨不要你就不要你 因為共產黨沒有錢要割韭菜 之其一 第二 是要打擊你後面的勢力 權鬥是重要的 沈米華他發跡的時候 我再說一次 是99年至07年這段時間 大躍進 我問你了 99年至07年 中國誰在當政 國家主席江澤民 國家副主席曾慶紅 那你想一想 他們的勢力有多少 最近你看到恆大的事件 你整件事摺得起來 恆大會打壓到什麼 花仰年 花仰年是什麼地方 是曾慶紅的侄女 曾寶寶的天地 最近他香港花月年 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要被申請清算 那你想一想 他的情況有多離譜 不只是說 債務違約 10月債務違約2億 今個月債務回憶接近1.5億美金黃 接著還要 香港的花仰年 投資控股人公司 被申請清算 可以這樣說 相當離譜 接著爆雷的 無論恆大華夏幸福 這個所謂的泰國集團 新力控股 陽光100中國 接近是全部 全市爆雷 中國現在 資金鏈斷裂的 就是房地產的企業 好了 你想一下 這個洗米華 你說你搞娛樂事業 做很多娛樂事業 很多片拍過的 《鴻海行動》 《湄公河行動》 《掃毒》 《赤道》 《犯罪集團》等等的東西 看到很多很多的 一些這樣的出品人 製作人 都是找他來做 他的影視圈的大佬 2011年開始 65部片 投資130億 相當多的錢 上市公司有四間 有很多間的集團 一泡清袋 一晚清袋 這個是一朝清袋 一個凌晨去拘捕他的 一朝清袋 所以說 你有多有錢都好 你有多有名都好 你有多有權力都好 在共產黨眼中 說不要你就不要來 第三個要說的話 是一個聚眾組織 正正就是今天 共產黨最看不過眼的地方 共產黨在溫州的這個 人民檢察院的第二部文書裡面 他講明 閃卓華 他徵收了八萬多名的會員 數字來說是相當多的 你會看到 由這個溫州市的一些公佈 平安溫州的公佈 他說2020年7月已經立案偵查 你會發現他就跟那個張玲玲等人 是形成了核心和骨幹去做這件事 這件事 他會看到數目是有多少呢 股東級代理人一百九十九人 賭博代理一萬二千多人 而且境內 就是中國大陸境內的 這個賭客的會員 八萬多人 你有八萬多人的組織團體 共產黨會不會害怕呢 如果一個宗教團體 有這麼大的人物 共產黨已經打壓了 你有這麼龐大的勢力 早已經打壓了 你壯傳不教 甚至現在你看到 在這個西藏那些地方 都聚不到這麼多人 你一個周卓華 仗著和黨親密 你搭出搭友 搭成八萬多人 你搭馬仔 找馬仔和共產黨騙過 做不了 而且這些人 全部都是那些 中國的貪官污吏 什麼線路都有的 江曾胡溫雜 什麼都有的 可以這樣說 他就說很嚴重 其中一個指控的人就是說 在中國境內開始賭場 史密華沒有承認過這一點 他只是承認過在海外經營 非法賭場平台 和招攬中國民眾 網路上非法去賭博 你看到涉案金額特別對待 分分鐘可以判到五年間 或以下的 就是由三年提升到五年 他說自2007年以來 周卓華在澳門承包賭廳 發展境內人員 為股東級代理和賭博代理 提供了車輛接送服務和技術支援 甚至無組織中國公民到賭廳 參與境外賭博 那這一點就重要了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就是說今天在澳門去賭博 是不會犯法的 OK 那你如果招攬人 由中國去到這個 你在澳門那裡 招攬中國的人來這個澳門去賭 我問你了 犯罪行為在澳門 而賭博結果也都在澳門 請問為什麼會中國法律管得到呢 按照中國刑法的屬地原則 不應該管得到這件事 對不對 如果這麼說 在美國現在加州 有多少人 通過中國的關係 招攬中國人 飛去美國加州 再上拉斯維加斯賭博 甚至在拉斯維加斯 這個內華達州 也都有很多的團體 通過他們中國的勢力 招攬別人在那裡賭博 他們每個人都要坐牢 這樣不得了 在美國招攬中國的人 離去到美國 到美國賭錢 請問這個問題 如果這樣也有問題的話 整個行業是 風氣雲湧 怎麼搞錯給大家聽 它的罪狀經是這樣寫 另外就是說 又在中國成立資產管理公司 為賭客用資產換取賭博籌碼 並且催修追討賭債 那基本上這些東西後面 你知道 蝕黑的東西很多 那你會看這一點 就是他追究的地方 有錢 有錢 即金流 有人流 有資訊流 甚至會幫一些 習近平敵對的派 去花錢 分贅 這些是他最擔心的東西 好了 第四點很重要的 這件事是中國批捕 澳門拘捕 換言之 中國才是11月27日 溫州市人民檢察院去逮捕 而台灣日的凌晨 澳門司警已經是逮捕了 47歲的周卓華 和其他10人 就收到300萬的現金 和即是馬上搜出來 那跟著在11月28日才公佈整件事 這件事是重要的 就是中國共產黨做頭腦 而澳門那些司警是做手腳 而澳門事後也都不會說 他的拘捕是和中國有關的 他就說 你這個中國就是2020年7月才立案調查 這個周卓華 我們澳門2019年8月已經有情報 就說經營貴賓廳的 就是海外經營非法賭博平台 招攬中國民眾網路上非法賭博 獲取大陸非法資產 以這個貴賓廳為帳戶 做地下填裝工作的 就是你周卓華了 已經是早已經開始了 表現出來的 就是在這裡做個smoke screen 做個煙幕 就說澳門是獨立偵查的 跟中國無關 但是為什麼同一日兩個地方同時行動呢 而記住 溫州市人民檢察院 叫他發出這個逮捕令的時候 他都說得很清楚 希望你能夠自首這樣 但是你不用自首 同一日澳門已經在做事 整件事一定是互相通的 這件事知事體大 你想想澳門獨立很慘 剛剛你說過戴黑色的頭套 雙手上手靠 步出施警局 他這樣說 相當無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記住周卓華做過澳門特區的文化局局長 他主觀文化的時候 這個人可以主觀文化自己是很有趣的 但是他這麼多的文化政策 都是跟這個周卓華有關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這麼無面 落他面去這樣做 目的為什麼呢 目的當然就是涉及到這個 這個兩邊是合作的執法 這種執法我是很小心的 為什麼呢 今天如果不需要用送中條例 一個中國法律師 我逮捕 譬如我要逮捕 某一個在香港的傳媒人 我要逮捕某一個記者 在中國找一個城市 譬如說找一個廈門 他出逮捕令 他逮捕ABC這個記者 在香港的 香港記者來的 希望你快點來自首 跟著香港警方 立刻 同一天 拘捕你 就說 我早就已經掌握你證據了 跟中國無關 跟中國無關 那接下來 Step 2 是什麼 澳門和這個中國之間 一直有一種 一種叫做 不講出來 默示的規則 就叫做用三不管地帶而送罪犯 什麼叫三不管地帶而送罪犯呢 澳門很小的 五十萬人口左右 九九年之前 他的邊界捆住他的陸地的邊 九九年之後他有了一個海域 但是海域那個地方 因為有朝夕漲退的關係 和海中無線的嘛 所以你不知道澳門哪個地方 才是澳門的 無論怎樣都好 只要將你載出海 OK 只要將周卓華 載出一個外海 這樣的地方 哦 於是不知為什麼 這個中國就看到這個船 於是把這個人捉起來 所以說不需要正式文件 不需要正式的一個通告 澳門也都可以用這樣的下三纜手段 將這個周卓華送中的 這件事知事體大 香港人很多很多嗎 香港以前九七年前 我們的邊界 是捆到去大龐灣 後海灣的邊的 就是說捆到去深圳 整個地方 深圳一出海 就是香港的領域 九七年之後 就縮到中間的位 變成有三不管地大一個地方 我想問一下大家 澳門如果這一次做得通 這個操作方法可以的話 香港人人人之危 不需要香港的中聯辦 國安局 甚至是香港的政府警察 任何人出手 中國 中國 它自然會和中國共產黨有很多方式 它說批捕 批准逮捕 香港政府獨立地拘捕 之後呢 第二個 step 就是將個人送到三不管地大 就是拜拜 所以看一看以後周卓華的下場 會相當悲慘 他悲慘的地方 不是接受澳門法律的制裁 因為澳門是開賭 是可以賭的 他澳門法律管不到他的 我也不知道那些人 他拘捕他們做什麼 是吧 等我來講 你拘捕他們做什麼 是為中國共產黨去拘捕他 最後將他送回中國 這一點的話 才是最大的一個 令人覺得可以的地方 那當然了 坊間很多的評論人 會講到 洗米華是和這個 梁安琦、四姨太相當密切 那四姨太又和這個何超騎 霍振庭不對 異房不對 然後到來到去 我絕對不會做這些這樣的猜測的 因為這些這樣的東西不是重點 重點的地方不是在於 他浩江風雲裡面 這些這樣的商人之間的角色 重點是在於現在 洗米華是和共產黨之間 有一個direct的conflict 這個和梁安琦、何超騎、霍振庭無關的 這些完全不是入流的人物去討論這個問題 真正的地方是周卓華 根本就是現在他火火紅心向太陽 但是今天一朝上 為什麼 第一衝著習近平權鬥的勢頭 就是一個風向去闖 而他不自覺地闖著人家的禁區 而最終第三 搭錢 很多的錢聚集在地方 使錢移民很大 所以要得就得 所以告訴大家 半軍如半虎 半黨都如半虎 離開共產黨才能夠真正的開心 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就是我們的體會 希望大家 用這個事為一個恩鑑 不要重討伏切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14億中國人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